其他说的遍题很神奇 一题回答另一题 成年人的崩溃为什么要藏起来 这不就是答案吗 最怕我的深情在别人那是个段子 失恋的心事不是垃圾 它是我们爱过的证明 应该留给懂得且愿意的人听 我们交出多少心 信任一个人几分 不是一朝一夕 是日积月累的默契 承受负能量 当然不必是谁的义务 但是我认为糊弄 配不上朋友那颗软弱不设防的心 你们以为有多少人 真的喜欢安慰别人 有多少人真的愿意 听别人的悲情故事 所有的倾听都是忍耐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 你的心事 你的痛苦 被尊重 被关注 是因为他时刻与你同频吗 不 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 你非要问我不糊弄有什么意义 情感就是一切的意义 当有一天你行至山长水远 回看着旅途 你会因为没有走到一些人 心里而遗憾 也会因为留住了一些人而温暖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正是那些累了 还继续在乎的一时一刻 才成就了传说中说的 友谊第九天长 本方 数手二 这个棋啊 只有一个问题 既然这么容易累 为什么要让他找到呢 天大地大 哪里藏不住一个你 你不要让他找到 而且天天找到 这就像什么 就像上班一样 打卡满琴 眼看着就要凭镖冰了 突然想起来可以糊弄 那之前不就白干了吗 不要半途而废啊 朋友们 都是亚健康 谁的身体比谁好 天天哭 你都已经听累了 他离脱水还会远吗 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撑下去让他哭 鞋打的朋友 顺水的人情 还有 他为什么只找你哭 你想过没有 会不会是因为 你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气质 刚才说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找薛赵授哭呢 我来告诉你 因为对着他只想读书 对着你才会想哭 累了怎么办 锻炼身体 调整心态 我要提醒你 这位朋友很值得珍惜 失恋了天天找你哭 多温顺呀 难不成天天找你笑吗 我就经常在半夜 收到这样的语音 我失恋了 我说你没事吧 他说能有什么事 都是报应啊 自己想得还挺开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笑身毛骨悚然 绕梁三日 我确实一点都不累 我怕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失恋了不找我哭也不找我笑 找我要钱 说成年人的眼泪呀 只有酒钱才能擦干 我说我可以出力 他说你脱离情场12年 你有什么力 你只有财力 听得我差点哭了起来 说实话我好羡慕你 比起真金白银 我更愿意付出一些情绪价值 中老年朋友就更难伺候 不喝酒 不谈心 约我抄写金刚金 我也是不懂失恋了 你练字干什么呢 不是应该搞脸吗 练个好几天 他还是那么俗 我情形广域了 你的朋友只会哭 多么古典呀 你只需要静静观赏 比关心还容易 还好意思问 可不可以糊弄 你甚至不应该累 你以为糊弄别人很容易吗 我跟你说网上 为了这个糊弄别人 成立了一个糊弄学 总结了一些万能回答 啊 怎么会这样 好厉害呀 啊 也太那个了吧 你代入一下失恋场景 就这些话 哪一句不是刺激好朋友 继续哭下去 你是听累了呀 还是没听够呀 最过分的一句 刚才小片里也有啊 最糊弄的叫好事多磨 我听到就冒火 你知道上一个赛段吗 我腿差点摔断了 就是我上一个赛段 我腿差点 为什么跟你一对 你所有人的最传染 最传染 你们要上一个赛段呢 我这个腿差点摔断了 我嘴 书书 上一个赛段 你的嘴摔断了 对不起 上一个赛段 我腿差点摔断了 上场前楚楚可怜地 看了陈明一眼 他说 好虚多磨 好虚多磨 说明这场要拿MVP 我说那也是不必吧 区区一个MVP 值得我断一条腿吗 杨高明就不糊弄我 他说妈妈 要是另一条腿也折了 能拿MVP呢 我说可以考虑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了解的力量 糊弄让人心寒 真心让人温暖 还好啊 还好陈明老师 他也不是我的好朋友 他只是我的绯闻朋友 入术情缘 不值得我掉一滴眼泪 再品一品这道变体啊 我觉得不是塑料友情 一个把一个都给哭累了 非常感人 非要多问一句 可不可以糊弄 非常扫兴 我觉得这是两个年轻人的故事 中年人没有这样的烦恼 我的好朋友离婚了 只给我发了两个字 离了 我思考了半天 回了三个字还好吧 他说还好 聚散有时各生欢喜吧 我知道他一定非常难过 但是没有放肆的哭声 只有点到极致的分寸 人到中年和好朋友 流泪弹性的时光多么难得 怎么会糊弄 我只怕酒杯太浅夜短暂 转眼宴席就要散 又要各自披上盔甲 再次坚强起来 如果你还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愿意让你看到他的狼狈和泪水 请你不要糊弄他 因为总有一天 他终将学会糊弄自己 不管流再多的眼泪 都不再需要你擦干 在我们还能伸出手的时候 为什么要收回来呢 每个人的记忆中 都有一个帮他擦干眼泪的人 2004年的冬天 我和钱男友吵架 顶着寒风 走到北京科技大学门口 等我的好朋友 带我去吃麻辣烫 我边吃边哭 眼泪流进汤里 他说快吃 吃完了我让他给你道歉 我们三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小学就认识 后来我失恋 再后来我结婚 他带病来合肥 参加我的婚礼说 一定要幸福 这才是最适合你的人 这道遍情让我回忆起青春 可是我的这位好朋友 早已经不再认识 成长就是不断地相聚又分离 陪彼此一段 然后渐行渐远 或者生离死别 那些陪我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 陪我们一起大哭过的人 又有多少还留在身边 很少有人能猜到我的星座 知道我是双鱼都会说 怎么可能你太像一只狮子了 大部分时候我威风凛凛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不堪一击 我很感谢这世上有一些人 让我也能有像猫一样 温顺又幸福的时刻 在那些时刻 使我不必一直坚硬 可以卸下身上的铠甲 可以像猫一样摊在沙发上 我觉得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可以放出我心中 那个需要拥抱的女孩 谁能一直像一只狮子一样活着呢 人都有软弱的需求 诱因并不重要 可能是一次失恋 也可能是一次失败 我们停下来嚎啕大哭 把碎掉的自己捡起来 把捡不起来的都掩埋 然后重振旗鼓 在下一次出发的时候 焕发新生 成为更好的自己 错爱昙花一现 好朋友总在身边 我觉得最珍贵的友情 就是我们曾经那么真诚 又热切地帮助彼此 重塑自我 我觉得我们台上的人都能体会 因为我们都是艺人 一次次闪亮又暗淡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总有人还没离开 所以我想对那些 还留下的人说 不要糊弄我 拥抱我 批评我 陪伴我 就像这个歌里唱的一样 陪着我把孤单变成勇敢 陪着我活出答案 未来再漫长还有期待 能不能陪着我 一直到故事都说完 谢谢大家 来 反方领先58票 正方三变 来 来 来 我的妈呀 差点都跟我说进去了 我差点信了 真的很感性的一段发言 我发现了就是反方的三位 发言基本上都围绕着感情层面 或者道德层面告诉我们 友情 好朋友 你不能糊弄 因为糊弄不好不对 这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听完就可以清醒了吧 道德绑架 这就是糊弄架我觉得 大家认识我 可能都知道我是说唱歌手 但是呢 今天我不是乃万 我赵新月 石明志本人来跟大家耿斗雷 我要告诉大家 好朋友失恋后天天找我哭 我听累了 我就是要糊弄他 拿到这个遍体啊 我第一反应就是 面对失恋这种事 我自己是不会哭的 很简单 哭解决不了问题 第一 你哭的话 你前男友他就回心转意吗 他能痛改前非吗 不会啊 没有任何实际性的改变啊 我要是失恋的话 我一定不会找别人哭的 我自己跟自己哭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有一些不好的感情经历 我就像是一个人哭 然后我是那种边哭 哭了稀里哗啦的 然后边端起自己的电脑 然后边戴上耳机 开始写词 我是一个创作歌手 失恋的时候 那简直太难得了 对我来说 就是难过的情绪 对我来说就是宝贵的东西 可能对别人来说 是一种心理负担 所以我们切回正题来看的话 作为朋友 如果你天天找我哭 我是真的会很烦的 我会很累的 这个很契合实际吧 我正在写歌 我正在工作 你突然一个电话 打过来一个小时跟我哭 或者你微信轰炸我 30多条消息 我看着能不烦吗 好朋友是要互相尊重的吧 我能理解 每次你找我 肯定是你特别需要我的时候 也能证明我在你心里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但是你反复持续地给我 传递负面的情绪 你把我当什么 我不过是你的一个 负情绪的接收者 和一个垃圾桶而已 那我没有自己的烦心事吗 你有你烦心的事 你情场失忆 我也有我的烦心事 我的生活中我也有烦恼 糊弄对我来说是一种 最得体最温柔的婉拒方式 我暗示了我的朋友 我听累了 第二点 是我个人的小小一些逐渐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 在朋友的感情这种事情里面 始终保持一个 局外人的状态 因为爱情始终 我觉得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我也不方便去对其中的 任何一方去做评价 因为我觉得失恋的人 在失恋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情绪是非常上头的 很容易夸大事实 扭曲事实 这样会影响到 我对真相的判断 比如说你前男友 只是跟他的女同事 说了一句话 但是我听到的 可能就变成了 他们两个有猫腻 或者是你前男友 就是跟什么老板女上司 坐了同一个电梯 但是我听到的可能就是 他不要连爱他 他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扭曲事实 我听了我都蒙了 那你问我 他扎不扎 我心里想的是 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说 他就对不起我 你怎么觉得 我心里的真实想法是 我不知道啊 我能怎么觉得呀 那这种情况下 我选择糊弄 才是一种最安全 最正确的表达方式 因为我不清楚事实 我不想去对任何一方做评价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变题的时候 我下意识的选择是 不可以糊弄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朋友这两个字了 而且是好朋友 我下意识就觉得 朋友讲义气 有情有义 两肋插刀 也有人说对 朋友马闹 就是要无条件的 并且有义务的 占你的对 但是 朋友是要互相照顾 是要互相安慰 但绝对不是 无底线的奉陪 不能因为朋友 丢失了自己的 是非观和价值观 我觉得朋友之间相处 大家经常会去考虑 怎么为对方付出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应付不来 你的情绪了 我真的接不住了 我hold不住了 那你是不是会说一句 你变了 可是我做错什么了呢 总而言之啊 朋友失恋了天天找我哭 我是可以好好去安慰他的 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利 保留可以糊弄这个选项 这也是一把 维持友情的保护伞 因为我觉得 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友谊 才是长长久久 可以走得更远的 所以我建议 大家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前提下 照顾好自己感受的前提下 再去健康交友 我觉得失恋 没必要苦 不要苦 失恋那还比较苦 那我 虽然我是因为工作原因 吴矮一身轻 单身是精英 喜欢一个人 就喜欢一个人真的太累了 所以 我们要喜欢十个 谢谢 好 好 下面是自由交火的这个环节 希望你们就放开 把自己的人生经验 怼到他们脸上 来 自由交火阶段开始 我们刚刚正反方 可能有在一点上 是不是有共识 朋友要是失恋了 我们都应该做到陪伴 刚刚妈也说了 我们就根本不该累 那累不累 是我们意识可以控制的吗 是你身体的一种机能 万一我真的累了 我要怎么处理呢 那累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呢 你说我真的累了 为什么一定要糊弄呢 糊弄其实更累 你跟他讲 是不是拒绝了给予他陪伴 你就说我不陪伴你了 你爱去找谁陪伴 找谁陪伴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爱去找谁陪伴 找谁陪伴 因为人不是只有一个好朋友 你们可能是有一群好朋友 我觉得失恋了它是一个持久战 就应该搞轮班制 你负责二 三 四 我负责一 五 七 对不对 大家都不累 那姐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作为你的好朋友 如果他每天找你哭 那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上限呢 你可以一直陪他 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一直到365天 一年 他如果每天都来找你哭 你也可以这样做 是吗 这个题目就不适合我 因为所有失恋来找我哭的人 最后累的都是他 因为我不会让他说话 我会不停地疯狂输出 就是让他知道 对吧 失恋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就会劝道他 对恋爱感到疲倦 甚至觉得可以空窗一段时间 所以姐妹们 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刚才我们首尔姐自己也说了 他这道题也不适合他 所以他刚才说的以上都是假的 我本人 天天 不是 你这个时候糊弄他 被他发现了岂不是很尴尬 他跟我说你有在听吗 你说 我在听 然后你安慰朋友 最怕的是他向你提问题 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的糊弄的手段不高明 这个就是说 你自己要回去研究一下 来 你看 你有糊弄的手段 你看 你看 你有那个 你有那个心 研究更高明的糊弄手段 对什么 你能不能先逼上轨 但我先说完 对 对 所以喜爱你的意思是 糊弄手段不高明的人 就不应该糊弄 完全不是 只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然后后面你发现 其实这个选择力可能要大于弊 所以你好朋友找你哭 你糊弄他 你还是人吗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不是 你刚刚才喜爱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用高技巧的互动 你有那么大的能量 去学习高技巧的互动 为什么不能用高质量的陪伴 来陪他走过这一段呢 如果高质量的陪伴有用的话 请问这世界上 那么多走出失恋的人 哪一个是靠朋友的陪伴走出来的 我觉得几乎这个世界上 所有失恋的人 最后都是靠朋友的陪伴撑过来的 对 大家都会说失恋有什么好酷的 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应该尊重 每个人痛苦的感受 虽然不能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尊重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 有什么值得哭 他哭一定有他的理由 我们承认这件事值得哭 既是尊重朋友 也是尊重爱情 如果我们有这份心 我们在对这道遍体的时候 我们不会问 我们可不可以糊弄好朋友 我们是面对一个精神崩溃的人 我们会问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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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开后节 正方截变 大家帮我打个拍子 找呀找呀找朋友 我找到了一个好朋友 他失去了爱情牵起我的手 跟我一顿哭诉 还喝光了我的酒 他说他就是条狗 你让我怎么说呢 爱情这么迷的玩意儿 他就不分对错的 我听你天天哭 我自己的事怎么办呢 你说我不讲义气 我看你呀还挺作的 光哭不解决问题 保卫请问你是猪吗 为你两肋插刀 插死自己 你会为我哭吗 有负能量就需要我 我是你的垃圾桶吗 我要是比你对象重要 你都不见得会哭吧 好 精彩 前面们 失恋哭吧 哭吧 哭吧 不是罪 眼泪都是当初打脑筋的水 不是你的情绪垃圾堆 如果你说当好朋友我不配 那你也不配 我们要不要来点什么 我们参加三歌什么的 反方这个时候要是站起来 就是说一段这些显得 来 反方截变 其他说的遍题很神奇 一题回答另一题 成年人的崩溃为什么要藏起来 这不就是答案吗 最怕我的深情 在别人那是个段子 失恋的心事不是垃圾 它是我们爱过的证明 应该留给懂得且愿意的人听 我们交出多少心 信任一个人几分 不是一朝一夕 是日积月累的默契 承受负能量 当然不必是谁的义务 但是我认为糊弄 配不上朋友那颗软弱 不设防的心 你们以为有多少人 真的喜欢安慰别人 有多少人真的愿意 听别人的悲情故事 所有的倾听都是忍耐 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 你的心事 你的痛苦 被尊重 被关注 是因为他时刻与你同频吗 不 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 你非要问我不糊弄有什么意义 情感就是一切的意义 当有一天你行至山长水远 回看着旅途 你会因为没有走到一些人心里 而遗憾 也会因为留住了一些人而温暖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正是那些累了 还继续在乎的一时一刻 才成就了传说中说的友谊第九天场 天哪 我感觉不怕早的时候 他就没人在发功 好 来 全场观众 我们红蓝剑 来对今天这场辩论做一个投票 红剑正方 蓝剑反方 5 4 3 5 2 1 我们想听二排 没有参与辩论的辩手 提供给我们更加新鲜的观点 老师 我有一句话说 来 彩玲 我一个很小的点 我认为这个糊弄出现了问题 主要是你表现得不稳定 就是你有的时候糊弄 有时候不糊弄 这就出现问题了 你如果一直糊弄 你糊弄得特别高段位 你现在咱们台上现在有一个人 就特别爱糊弄人 还录节目糊弄 还写书糊弄 一天 呀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人间不值得 然后就喝点酒 然后我还直播了 卖点酒 然后大家就都信了 他感觉这个人好像很有深度的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一直糊弄下去 你就永远就这样的状态 基本就成功了 我说 那我们请导师席上的各位 有没有 先说有没有改变立场的吧 大总决定不改了啊 就反方立场了 我都编了一整场了 你这会儿让我改了 来来来来 我觉得这道题呢 那咱们就别在那纠缠 什么哭啊 失恋不怎么样 它的本质 核心是 面对一个人的非理性交流 你是要理性地回应 还是跟他一起不理性 好哲学哦 好吧 我先绕开一点 跳出这个感情的事情 说一点 我最近学到的一个新知识 特别好玩 就是网上大家在传谣言啊 比如爸爸妈妈传那个 养生的谣言啊 其实不是在给你传递这个消息 它是在告诉你 我心里在想着你 我们很多交流 它不是在交流 就是在社交 这个体里的这种交流 它就不叫交流 不找你哭诉 那是交流吗 它不是说 我找你来 你给我一个办法 我失恋了 救救我 你给我一个招 不是 它就是想让你关心它 这不是一个 它的爱情的问题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 友情的问题 是的 它在跟你非理性地交流 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 你是应该怀揣着理性 马上就跟他一起不理性 疯狂地糊弄他 等他回归理性 这是回到这个题的解法 但是听起来很像正方 对吧 我说完了 我写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崩溃了 我说就是朝向正方吗 朝向正方 你就转过来吧 不不不 我乐器 因为时间很长 我又写出了反方的篇点 我还是坚定站在反方 我肯定不是糊弄他 我只要告诉你 我在糊弄你 就不是糊弄你 这个在职场上呢 叫心智透明原则 大家在职场中 做很多交流 比如说你要批评你的同事 或者你要开除你的下属 你把它调来 你说 小王啊 你表现很好 但是 但是一出来 你就知道要说真本了 是吧 巴拉巴拉一顿话 给人家一顿批评 或者人给人开除了 这个我最近学习的 就不要这样交流 心智透明原则 上来就说 小王你好 我马上呢 要说一段反馈给你 可能你听了会不太舒服 你准备好听了吗 可以的话 我就要跟你说了 你的朋友找你来哭诉 你都听累了 你马上抓着他 哎呀 又来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这两天听得呢 很累 但是我是你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接下来呢 我可能在听的过程中 会走神 你也会发现 我不是认真的听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最终解决爱情问题的是时间 不是我 所以我可能接下来 要糊弄你了 来吧 哭吧 我觉得淡总说得好 心智透明 非常非常重要 哇 淡总这么认真讲话 我真的不忍心反驳你 因为张采明 说我一直在糊弄 李戴 我跟你讲 你刚才讲到非理性沟通 是我特别想要笑出来的时候 你喝醉酒的时候 是不是在跟我非理性沟通 对 然后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你拉回 理性这个状态 没办法呀 因为你喝得会越来越醉 然后我怎么可能跟你说 我们一起回到理性状态 不会 你当时就是已经醉倒了 所以我当时只能够敷衍你 可是我会陪伴你 我会扶着你下楼梯 而不会说 那我就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你看 我的陪伴发生 心智透明 我的陪伴是有效果的 可是我不需要 跟你认真交流嘛 谢谢 所以哭的人 其实跟喝醉状态很像 就是他没有在跟你讲什么 有道理的话 在追求一个美妙的沟通 所以这件事情 是我对于淡总 刚才讲的这段话 我能回答 好 那我讲我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呢 我觉得 你作为一个好朋友啊 要营造一个气氛 就是人家来你这儿 是能够放松的 你知道什么人 让我放松不了 就是我一去 他就认真对待我 我很紧张啊 就是我喜欢的朋友 就是我一去之后 我什么垃圾话 都能够说出来 我可以表现得 非常的颓废 然后我完全都不需要 像平常那样子 有条有理 我就是可以像个神经病 一样的胡说八道 他都觉得没什么 那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朋友 所以朋友能够让我放松 是最珍贵的 我要听道理 我就会打电话给薛教授 打电话给刘教授 可是他们不会让我放松的 所以 我没有脸在他们面前 表现像一个流氓一样 所以那个能够让我放松的人 就是我去了 我就知道 你尽管敷衍我吧 因为我就是知道 你会敷衍我 所以我才你这边放松的 你要跟我认真分析 你就把我搞累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提醒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 我所说的糊弄 其实是一个 对受伤者的尊重 你的每一次失恋状况都不同 你这次碰到一个渣男 你下次碰到一个很棒的男生 可是那个很棒的男生 也辜负了你 这种每一种伤痛 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对症下药 因为根本就是千奇百怪的症状 所以对受伤的人的尊重 就是陪伴 可是不要想分析 不要想给答案 失恋为什么是一件 对我们来讲成长当中 关键的事情 因为它扩展了我们自己 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做出很多 你平常觉得很丢脸的 很危险的 然后很不符合你风格的事 你都愿意屈就 不会做事情 你会愿意去学了 那个就是你在爱情当中 体会到自己光辉灿烂的原因 然后等到失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承受痛苦的能力 大到你能够相信的程度 你以为你失去它 是活不下去的 每一个人哭诉的时候都说 我失恋了 我活不下去了 结果怎么样 他们都活下来了 那就是你的人生经验的拓展 你会长大 朋友在当时敷衍你 是一个最好的教育 就是他告诉你 你再怎么受伤 这个世界依然继续下去 所以请学会这件事 就是不要认为你哭的时候 全世界会陪你一起哭 不会 就你再哭 可是你会长大 你会变坚强 你后来又会光辉四舍 这是我的回答 刘教授呢 当时他谈了很多糊弄 其实发现没有标准 对不对 在我理解 他没有外在的标准 只有一个内在的标准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是不是在糊弄 它的区别在于 我出于类 我要让自己脱身 任何方法都是糊弄 如果你的态度 你的心态是说 我把我自己放在次要的地位 包括我的疲惫 放在次要的地位 我要让你走出来 放在第一位 所有的方法都不是糊弄 所以糊弄不糊弄 只有自己知道 然后我们要帮他做什么呢 一个人他在天天哭 他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 我们要让他恢复自制性 你可以有各种方法陪伴他 最终的目的 是要走出这个 让他接受无法接受的事实 让他面对无法面对的真相 因为恋爱的真相 可能是没有道理的 你要帮他走出来 任何方式都是好的 所以这里边 你作为一个好朋友 不光是要关爱付诸 你还要有智慧 有的时候就是陪他哭 有的时候陪他骂 有的时候骂好了 哭哭好了吧 然后有的时候适当地讲道理 你想一个人 让你敞开心扉 在你面前失控 特别我的朋友是男生 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的方式是 让他把这件事情客观化 就是说给他讲 好多好多故事 让他看待自己的经历 像看待别人一样 客观化会帮他恢复理智 所以我觉得方法是千千万万的 但是是真诚 还是在应付 在敷衍 在糊弄 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们在这里的着眼点 都是说 他已经失恋了 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如果从他的角度考虑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作为帮助他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 对我们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少 把自己不放在第一位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是非常自动的 是一个默认选项 是一个default option 就先考虑 这个真是对我的好处在哪里 但在人生一些罕见的时刻 对家人 对恋人 对在我看来理解的好朋友 我们有这样一个时刻 把他人的苦衷 放到了自己前面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没有多少 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刻 这个时刻 如果我们付诸了努力 我们麻烦一点 我们动了脑筋 想了很多方法 包括对方 可能认为是敷衍的方法 只要是好的方法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走出来了 我们自己也获得了新生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 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因为人的自我不是个人形成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关系性的 这个在哲学上叫做 关系性的自我概念 relational self 我们的自我造就 我们的成长 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造就的 而这样一个时刻 是让我们很难有的机会 看看我们做的能够有多好 比我们自己预想的 理想的自我 差距在哪里 你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看看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谢谢 那我要说我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在天天找我哭 我听累了以后的反应 而不是说他刚开始找我哭 我该怎么做 有两个投资项目 一个是低难度 低回报 甚至没回报 甚至是负回报 有另外一个投资项目是高难度 高回报 你们选哪个 年轻人应该选高难度 高回报的 天天哭是低难度的 是容易的 容易做的事情 天天哭 然后拉着对方一起哭 这是大家容易做的 大家甚至会误以为 这就是朋友之道 可以哭一天 但哭完一天以后呢 你就应该做那个高难度 高回报的事情 难做的事情是 马上去上班 去玩 去跳舞 去唱歌 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爱 这是难做的 你要有点毅力才能做 但这是先开一个新的篇章 两个负能量加起来 不等于一个正能量 我跟蛋兄是朋友 但是他喝酒的时候不找我 朋友之间就是这样 你用什么面貌给他 他就什么面貌对你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应该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 对待朋友 好 谢谢 我就补一个小的案例 就是说 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调查 后来发现 从失恋走出来最有效率的方法 不是朋友陪着你骂那个前任 而是转移你的注意力 我就在这边提供出来 给你们当参考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能够那么用力地陪伴你们的话 其实心理学调查是觉得转移注意力 是离开这个失恋的痛苦 最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图格涅夫有一句话好像是说 新叶子长出来了 旧叶子才会真正掉下来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起码说有好多题目 有些题目偏硬 有些题目其实是偏软的 比如像今天这道题目 就是一个是非边界 并不是特别清晰的题目 我记得 我第一次听刘晴教授的课 他讲到哈贝马斯的时候 他谈到了交往理性 我是被交往理性这个词打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奇葩说所倡导的东西 交往理性 但是今天坐在这儿 看到这道题目 和听大家的交流的时候 我好像又意识到了说 理性这个东西在交往当中 未必全都是正向的 我觉得这道题 不是一个关于失恋 也不是关于天天 更不是关于心累的话题 它其实就是关于友谊的话题 即便它不是失恋 它跟你过来抱怨他妈 你是不是也得听着 所以其实这件事 跟失恋未必有那么大的关系 它的核心就是友谊 我自己觉得友谊是一个 对青春非常友好的 像爱情一样 因为随着岁月渐涨 我们你生活当中 真的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好朋友吗 没有 没那么多 甚至只有一个大多数情况下 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 有一是债务 是你欠别人的 他如果是你的好朋友 你是他的 你们两个就互相欠 而且欠一辈子 是还不了的 糊弄指的 就跟他的汉字的意思一样 就是模糊边界 就是粘着 就是粘着 就是分不清楚 不是脱离 有一根糊弄本身 就是一回事 因为朋友是糊弄 不糊弄叫便有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掰个一清二楚 那叫便有 那不叫朋友 在这个话题里面没有理性 或者说它是我们最不该有理性的东西 我们并不想因为交朋友 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只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孤独 我们明知道我跟这个人交往了四五十年 我已经离不开他 所以我们俩把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回避掉了 有很多时候 你就是欠别人的一辈子的债 那个东西叫友谊 然后你唯一能还的利息 就是拿点时间互动他 所以这道题 我觉得从友谊角度 我坚定地站在正方 但是爱情也许是另外一道题 我们找时间再聊 来看一看今天正反方最后的结果 好 本方57票胜利 那我们谢谢美少女团的嘉宾朋友们 我应该说在这个观点里面 我觉得你们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突出的 一个角度 就是那个真实 就是我也很累 你能不能放过我 那就是在今天 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节奏里面 对待上一代温暖话题的一种特殊的回应 再次感谢 那今天反方胜出 首先我们要送出你们今天的 京东大礼包 来 看一下 宝贝别哭 宝贝早点睡 我要给你最暖的安慰 京东特供 奇葩说定制款 暖暖两件套 谢谢京东 谢谢 那根据我们对外赛的规则 你们既然是反方胜出 将有两人晋级 一人待定 来 我们逐一请变手起立 首先一边换句 好 请全场观众给幻俊投票 三 二 一 六十七票 来 阮高明 请给阮高明投票 三 二 一 阮高明 92票 傅首尔 请给傅首尔投票 三 二 三 二 一 我们今天全场观点是真实的 感情是真挚的 像贝壳的房源一样真 这个点我这是怎么找到的 我觉得今天说了好多暖心的话 暖得跟苏菲一样 像苏菲好暖一样暖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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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因为今天 三位年轻偶像来到我们现场 有一种梦想的味道 年轻人勇敢点 追梦路上 有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陪你一路走过去 谢谢 谢谢所有参加录制的嘉宾 让我们期待 期发生 下一期节目